受到急診室 家人 受到急診室 還以為邱毅委員什麼事 這二人怎麼哭得出來 他讓我很感動的 受到急診室 可能會受到很好的對待 因為以為是邱毅以外 他讓我很感動的 是 就是上一次那個 監察院的那個扯法事件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打電話給我 許燕輝那個扯頭髮事件 應該很尷尬吧 因為你不知道要怎麼 拿捏那個分寸 所以這個 我們在做政治模仿秀的時候 你也要有一部分要保護它 所以本來是設計說黃永恬 他模仿黃永恬坐在我旁邊 我就跟製作人商量說 把他調到那邊去 不要在我背後 因為感覺會突然有這個動作 所以就沒有 所以你們在節目中有 就是模仿扯法那一段嗎 沒有 因為如果模仿那段會傷感情吧 因為距離太遠了嘛 就從這邊那邊是扯不到的 不許把它割開 所以他讓我感覺到 感覺到說我跟他之間 這是一個被模仿者跟模仿者之間 產生的情感 所以如果他在節目中 沒有模仿扯法那一段 你會生氣嗎 我不知道 我後來也不知道有沒有模仿 沒有 但是他讓我感覺 當那天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是很感動的 為什麼沒有人模仿你的邪惡 就是你就 你就從內心開始邪惡 我想說那麼精采的事情 就是應該要拿來模仿一下嗎 不行 不能什麼都模仿啦 他們要維持長期關係 還是要保護 所以林真益當初有一段時間 是生氣的嗎 滿生氣的 氣什麼 皮膚不好 皮膚不好 對 妳的皮膚不好 後來我有去保養 真的 對 我去做臉 但是已經做成這樣 你就拖人那一點 那妳有跟他直接通到電話嗎 有 我有跟他通電話 那我 妳是打去 直接打去製作 直接打 沒有打給他 我直接打給他 我就找到他 我就去要了他的電話 還很晚喔 我很晚 沒有啦 沒有兩三點 大概 四五點啦 大概 大概凌晨十二點 一點鐘左右 我打電話給他 我跟他說 一邊通電話 一邊就 對 真的很想把他做 你是不是晚上都有這個 這個轟吐的事 我是小強啦 我是商榮的 他模仿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他要表現林真益哪一面 林老師你那時候很生氣 是不是因為正好你在談戀 然後他把你模仿那麼醜 你男朋友說感覺不好 對 應該是這樣 對 沒有這樣 沒有 我那陣子剛好呢 就他一直在模仿 然後每天都拿一些東西出來說 這個有什麼 這個有什麼 那我是覺得說奇怪 我並沒有 並沒有在 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然後他還會加注很多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怎樣… 那我覺得說這樣有點 太over一點 應該要跟他打個電話說 這個功效不在這邊 是 我應該跟他講說功效不在這邊 而且也沒有這麼誇張 那他呢 當然他說 他就很皮耶 他就節目 本人在講話他在後面一直學人 所以你當時打去的口氣是說 很溫和啊 我還是很溫和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對 我就有加注很多 那要怎麼接啊 我說因為我們的角色 他說節目效果 相似度是因為製作人覺得說 我們很像 對 人家說像不像三分樣嘛 那我戴上假髮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像 那這個角色不模仿的話 什麼時候才有這個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他假髮 沒有好好摸 沒有 他有臉像瘋掉的林真爺 剛剛有在跑跑跑啊 我們不跑跑 就不會跑成這個樣子 被他害的啊 對啊 從火入魔的人 對 而且後來因為 林老師就是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質疑之後 我就說你放心 以後我們模仿你的時候呢 絕對會讓你有一種 比較特殊的效果 就是我們會加注在他一些笑點 在他這一個人物上面 什麼家 所以每次我就知道 大家好 我是林老師 今天是看妳的 大家姐 康熙來了 今天不賣東西我來幹什麼呢 但是我們的公司 今天不做推廣的 我們介紹給大家好的產品 你說它會停下來喔 對 它會停下來 它會停下來 就是跟天空之... 是好像會天雲 對的話 你覺得我們這樣東西 你們買得到嗎 太對 我是用這種 會這樣子喔 我都是用這種方法 我都是對他 對 這一句話 我覺得太多了 你有停那麼多秒嗎 太超過耶 然後人家說 他在跟你講什麼 原來是因為這個東西的 它的產品名稱非常的長 但是它要拿筆 記起來喔 到底是什麼產品呢 王母娘娘掛保證 關心底君也代言 到底說白了 有道理的 這是東南下南 心曠神怡的 無敵旺旺 旺如其安全帽 再講一次 對 再講一次會不一樣 對 那當時打電話來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說 不管你打來怎麼樣 我都要繼續模仿殺手 不是...我心裡其實滿難過的 真的喔 因為他給我們感受到說 我們模仿得好像不成功 所以你有跟他解釋什麼嗎 我是說 我盡量跟製作單位說 我不要再模仿你 OK 沒有 你後來一直模仿他 本來是因為製作單位又說服了我 所以你根本沒有在管他直播啊 後來因為... 後來因為喔 相對的 因為我們一直在模仿當中耶 林老師可能也感覺到整個形象 慢慢的提升 有改善 有改善 所以後來怎麼和好呢 後來就是一次 一千集的一個特別節目 我們看到 他一看到我就 唉唷 你真的好像我弟弟這樣子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就覺得 唉唷 你怎麼會越來越像我這樣子 對 見面三分情 然後那個報紙當好大就說 這個洪杜拉斯越來越像林森營 我說你總算有抓到一些精髓 所以唯一 唯一既沒有被冒犯 可是也沒有打算和好 就是包偉你對不對 對 因為根本就不像 真的 真的在模仿的中間 其實我跟包大哥聯絡過 就是有一次在修製片 包銘你會覺得很無奈 就是說 派一個模仿 你結果沒有像 這樣怎麼辦 也不是沒有像 其實我當時覺得就是說 舞蹈動作如果 在那個精髓精華能再強化一點 不可能啊 他距離會跳舞這件事情很遙遠 而且你這個角色有常出現嗎 有 有一陣子還滿常出現的 為什麼要出來做什麼 就是 尤其是那個時候有一陣子 包大哥那個跟那個做法那件事情的時候 對 那當時是也有人模仿曹熹平嗎 對 曹熹平是誰模仿 我模仿 是你 曹熹平的重點是什麼 他就是有點歇斯底里嘛 你們神經病啊 幹嘛這樣子模仿我啊 我哄幾年 你們哄幾年 我告訴你們啦 今天你們不好好好講的話 我告訴我 這樣曹熹平有高興嗎 他也打電話來問我 他也打電話 他也打電話 我每個模仿都打電話來關心你這樣 他打電話說 你沒有 謝謝你模仿我啦 不過呢 你可以再誇張一點 其實我沒有像你那麼溫和啦 我真的兇起來的話 比你要兇十倍 對 所以都沒有你一模仿 然後那個藝人立刻打來說 謝謝很好笑嗎 有… 有 誰 是一個政治人物啦 蘇盈貴 對 蘇盈貴他滿… 喜歡我模仿他的 我覺得比較無奈是 邱瑋緣會一直跟 許潔會講說他很帥 那這樣怎麼辦呢 你說應該是許潔會怎麼犯吧 是啊 因為許潔會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因為邱瑋緣以前上過康熙啊 就他一直說他很帥 然後有文學氣質 然後也很脆弱 內心脆弱這些 所以你要怎麼處理這些訊息 很難處理的部分是什麼 我的角色都很衝突 我模仿邱毅 我又模仿邱毅 罵人家很醜的管碧琳 所以我自己一下子又要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沒辦法 在你們節目裡吵架 因為都是你模仿 人家叫我們演什麼 我們就要演什麼 那你有沒有提供假髮給他模仿 沒有 為什麼不 因為我覺得他好認真喔 他對我 他自己都弄 對 而且他一開始的時候 模仿我是比較 比較 比較爆裂的 可是他後來瞭解 其實我的內心世界是很 你是柔情漢 柔情漢 所以他後來的 他後來在模仿我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分寸拿捏的就很好 因為我在你的訪談之間 已經就懷疑你們兩個現在交往了 他真的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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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說